第六十六集 兰旺鸡凑到床前 将纸露着一层呆毛的被子往下压了压 醒了 别闹 被吵醒 魏武县嗡声嗡气的很烦躁 该起床了 我们今天要去领证 兰旺鸡温柔提醒 魏武县没了一秒 领证也不用去那么早 怕等一下民政局人多 要排队 排就排呗 万一 排太久 人家下班了 兰旺鸡像幼儿园的小朋友 去晚了就领不到糖吃一样紧张 昨晚被折腾的惨 魏武县存心摆烂 故意跟人作对 下班了就改天再去 好说歹说都不听 兰旺鸡直接动手 把人从被子里抱了出来 也不管他东倒西歪的 就帮人换衣服 他们一个懒得动 一个喜欢摆弄人 配合起来非常天衣无缝 魏武县的睡衣一脱 上半身皮肤格外白细细腻 只是锁骨和胸前有斑驳的红叶 像是掐出来的 但又像是吸出来的 蓝旺鸡眸光微沉 手下不停 魏武县打了个哈欠的时间 衣服就换好了 盼懒洋洋的又埋在蓝旺鸡身上 还了好一会 才算是彻底清醒过来 不懂你猴几个什么 翻了个白眼给人 魏武县走向浴室 我又跑不了 儿子都在你手里 蓝旺鸡跟在他后面 双手还住他的腰 整个人都像是盖在他身上 急的 房子现在是你的 宝宝是你爸妈在带 你要是不要我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说得可怜巴巴 又头头是道 魏武县含着一嘴的泡泡笑得不行 洗漱完下楼 藏塞夫妻正在吃早餐 婴儿车放在一边 他们吃一口就要斗一下 看到两人 倒急了怪了 怎么今天骑这么早 又不上班 藏塞笑道 魏武县坐下斗娃 挪了挪嘴 把问题抛给蓝旺鸡 问他啰 蓝旺鸡略局促 但脸上的喜气遮不住 爸 妈 我跟魏英打算今天去领证 他如今叫人已经叫得相当顺口了 藏色文言 张了张嘴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拧了把魏长泽的大腿 看他皱着眉脸上变化的表情 才知道这是事实 起身就往楼上跑 妈 你干嘛 魏武县好奇到 给你拿户口本 藏塞一副生怕他嫁不出的样子 让魏武县很不爽 你急什么 先吃饭不行吗 他嘟弄了句 全家好像就他一个人不及 今天外面下了小雨 民政局人不多 甚至他们是第一队 拍好照 断事的人边打哈欠 边往他们的红本本上盖章 一试两份 很容易的就拿到了 魏武县翻了两下 就递给蓝旺鸡 送你了 蓝旺鸡捧着宝贝 像是生怕人家把他们名字写错一样 来回看了好多遍 他们弄好了出来 看到大厅里有好几对在等候叫好 蓝旺鸡自觉有先见之名 难免傲娇 你看 再晚就要等了 魏武县惯性对人 坐这等又不用淋雨 怕什么 民政局只有三层楼 他们懒得等电梯 边说话 边推开了楼道旁的安全门 雪峰吹着细雨从拐角处的窗外飘进来 撒了几滴在他们脸上 蓝旺鸡一个转身 将人压到身后的墙上 魏武县 嗯 有我在 不会让你淋雨 蓝旺鸡在他耳边滴滴的说 魏武县记得上回 自己还当蓝旺鸡是替身的时候 他送他去上学 或者他没淋到一点雨 再远一点 在山上的那一晚 蓝旺鸡脚都被划开了 还是不管不顾的把雨衣劈到他身上 最后还被他捅了一刀 不会让你淋雨 因为我会为你挡住 这个男人 对他是真的好 两人凑得很近 彼此呼吸几乎相连 魏武县心跳步游乱了几拍 大白天的 你别撩我 没有 蓝旺鸡眉眼低垂 声音温柔而低沉 挠得人心沙沙的痒 魏武县心怦怦的跳得很大声 脑子里又很晕 像喝醉了酒的感觉 但蓝旺鸡好似比他还不稳重 居然 在这里就想亲他 喂 魏武县偏过头 刚想伸手挡一挡 蓝旺鸡那张帅的犯规的眷脸 就已经俯了下来 扣住他的下巴 精准地吻在他的唇上 舌头熟练地攒了进去 魏武县推具的手背折弯 顺势搭在他肩头 两人身体瞬间就紧紧贴在一起 吴 别 魏武县猝不及防 被动承受 呃呃呜呜呜地说不出话来 没多久就知道自己仰头 找了个更舒服的角度去挨亲 蓝旺鸡在这种事上 有绝对的振有欲 他搂着少年刚刚生产过 却依然薄瘦紧致的腰身 又揉又捏 嘴上的力道也凶猛 像是想将人吸进自己身体里一样用力 两人不知不觉就很投入 突然 门砰的一下被推开 另一对刚领了证的人从里面出来 八眼相对 彼此目瞪口呆 心里一片卧槽 魏武县脸本就是红的 这会更红了 缩在蓝旺鸡肩膀下好半天不肯出来 他们走了 蓝旺鸡笑着低头 吻了吻他的鼻尖 魏武县长叹口大气 你怎么这样 丢不丢人啊 蓝旺鸡挺理所当然的 我都有症了 我亲自己的老婆 有什么可丢人的 都吃了几年饭就是不一样 脸皮也厚些 比不过比不过 魏武县甘拜下风 走吧走吧 这个时候回去还太早 而且一回家就是孩子孩子 没有自己的空间 两个人心有灵犀的不提回家 牵着手在街上逛 附近有商场 蓝旺鸡先是拉着魏武县 去商场里买了只漂亮的盒子 魏武县正在奇怪 这人是什么怪癖 喜欢这种又贵又没用 还带把锁的小玩意 蓝旺鸡一本正经的说 他回去就要把红本本 放这里面锁起来 谁也别想偷 魏武县笑抽了 谁偷你这东西 是能卖钱还是能吃啊 蓝旺鸡很郑重其事的 反正谁也不要想 走累了 他们坐在甜品店里吃东西 魏武县摸着自己手上的戒指叹气 心想自己二十岁了 也没怎么谈过恋爱 就生子了 就结婚了 好像有点吃亏 大概刚结婚的人都会有这种感慨 蓝旺鸡没有 他说 我三十了 只谈过一次 一次就成功 我觉得很好 魏武县眨眨眼 你谈过 什么时候 蓝旺鸡静静的看着他 你说呢 从前那些 不算吧 你那不过是完成任务 魏武县吸了口自己手里的阳村甘露 完成任务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不用那样 亲自接送 一听风吹草动立马就到 完成任务也不用把人困在自己床上 说到底 绝止也许粗鲁了些 但何曾又不是在假公祭司 魏武县扁扁嘴 他也分不清自己在被强迫的过程中 又有几分暗藏的心甘情愿 总之就是那么一步步沦陷 如果你觉得不算 那给个机会我重新再追一次 该补的 我全部都补 确实 他们从前交往的过程太过惊心动魄 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现在求婚补上了 结婚也补上了 恋爱也该补上才行 没有 不是 那 说 怎么 感谢观看